台中的甜点代表您会想到哪样呢 是珍珠奶茶还是太阳饼 还是有更好其他的选择呢 台中市政府邀请店家来参加甄选 全民来票选 项目包含了甜品 饮品以及冰品三种类组 报名期限到21号 本身也是甜点控的卢市长 鼓励大家一起来参与振兴台中经济 台中好甜甄选正式开跑 郭炳哥工会与市长一起同台宣传 因为甜滋滋的美味 就连市长卢寿健也都难以抵挡 有点甜品控 吃饱了以后 永远有另外一个胃可以装甜品 各式各样 没有办法一一的列举 所以最主要台中的 还有连北藤柜都好吃 台中的这个甜是应有尽有 应有尽有不同的一个方式 欢迎大家吃了就知道 来台中就对了 而究竟哪一种甜最能代表台中呢 太平的追尖端出了手工雪花糖应战 那个果干口味啊 就是有用台中的那个金钻红梨 下去制作这个雪花糖 那台中的金钻红梨 它主要口味会比较有红梨的味道 而且它有一点微酸 吃起来就是酸酸甜甜的 蛮好吃的 而这一款以身来作为主题的蛋糕业者 也准备要参加台中好甜 希望能以独特的玫瑰与造型为台中做城市行销 口感是绵密型的 可是搭配茶的时候有一种独特的口感 因为什么它会提升茶类或是咖啡 它的另外一个层次啦 今年分成有甜品、饮品和冰品三类组 欢迎大家在21号前报名角逐头衔 而不少高品业者都带来别具巧思的月饼等 台中的特色农产也期待能够通营而出 这场甜点战在台中点展 邀请店家们来参加争选 全民来票选 这连接话台中才放不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